什么叫统计呢 就是研究在母体位置的条案之下 一种方法或过程 就有科学的精神 对样本资料做研判 而下决策的一门知识 然后教导我们如何收集整理 以及分析资料等等 然后第一件事情 你看这个表 这个表就是你慢慢会遇到的一些符号 然后这个表上面 这一排字呢 你把它画起来 它说母体的只称为母数或参数 你把那个母数跟参数推框起来 所以题目如果讲到母数跟参数指的母体的值 母体的值叫母数跟参数 那样本的值称为统计量 我们比较常听到是统计量 因为一般我们手上拿到的资料 大概都是样本的资料 所以我们比较常听到是统计量 所以题目如果讲母数或者参数 就指的是母体的值 那如果讲的是统计量 就是样本的 那统计学的最主要的意义 就是用样本的统计量 去推论母体的母数 对哦 就这件事情而已 就是说我用样本的平均数 去推论母体的平均数 样本的平均数 去推论母体的平均数 就这样 然后这些符号呢 如果你第一年准备的 你就后面会常常出现 你常常看应该就会把它记起来 比如说平均数 母体跟样本是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哦 你看那个母体的平均数 是不是用μ或者是m 那这个μ跟m指的就是什么 母数 就是母数 对吧 就母数 或者叫参数 然后样本那s8就叫做统计量 这样大概懂吧 懂哦 就这些符号 之前 我们有上过了啦 所以这个我就不要再花太多时间了 再重复讲了 好再来 但是我还是要很快带过一次 这是很基本的东西 好 第二个统计的种类哦 分为三个哦 叙数统计 推论统计 跟实验设计嘛 好 什么叫叙数统计呢 再看一次哦 将杂乱无章的资料 利用叙数测量计算的方法 加以整理分析资料 这解释 也就是说你如果收集到一笔资料 然后你去做 整理嘛 画统计图表啊 等等嘛 这叫叙数统计嘛 所以主要对母体或样本 特意做个别的讨论 那他会问你哦 他会讲一句话 然后问你说 这是属于叙数统计还是推论统计嘛 所以你要看得懂哦 就纯粹把资料做整理而已 没有做任何推论就对了 单纯做资料的整理嘛 这叫叙数统计 叙数统计 好 什么叫推论统计呢 由于母群体的资料过多 那利用随机抽样 你把随机两只特别框起来哦 抽样的过程一定要随机哦 随机 那随机有两种 一种叫随机抽样 一种叫随机分派嘛 随机抽样会增加外在的效度嘛 随机分派会增加内在的效度嘛 那这两个我们 后面讲性效度的时候会讲 所以随机这件事很重要 你一定要把它框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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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样一定要随机 那得到适当样本数 将样本研究之后的结果来 推论母群体的特性哦 所以重点是 推论那两个字 所以你把它框起来 所以题目如果讲到全国的事物一定用推的 全国全国任何事物一定用推的嘛 比如说知道全国教师的平均年龄 这一定用推的嘛 对哦 所以题目只要讲到跟全国事物有关的 一定都是属于推论统计哦 推论统计 第三个实验设计 那实验设计是近代的产物 只要是透过操弄自变相观察对一变相的影响 那了解它的因果关系哦 所以特别把那因果关系那四个圈起来 所以实验设计大概就探讨的就是因果关系 好所以你要学的教育统计就这三个部分 需入统计 推论统计 还有实验设计哦 就这样 那这个我前前几个礼拜才讲过而已 所以我就不要重复讲了 好先来做题目好了 请大家翻到那个12页 先来做个几题 那你可以把答案盖起来 自己一题一题做看看 先看第一题哦 某校于第一次定期考察之后计算全校 诶全校六年级的平均数学成绩 你觉得这个要用推的吗 不用吧 这个全校成绩 那个登录就有了 算一算就好了 所以这个当然不是用推的 所以这个属于叙述统计哦 所以当然选C 叙述统计 第二题如果研究的目的想要知道全国 诶快关键字了 把全国那两字框起来 题目只要出现全国那两字 你想都不用想 马上填答案 填完就可以交卷了 跟全国事务有关的当然属于推论统计 所以大家选B嘛 很简单哦 有问题要讲 没有问题要讲 好第三题 某研究想知道全国我不想看 因为它关键字哪两个字 全国嘛全国的事务嘛 就像今天要做户口普查嘛 户口普查 全国的户口普查也是用推的嘛 对吧你也不可能一个月去问啦 不然你有被户口普查的时候 你有被问到吗 没有嘛 对哦所以号称普查也不可能 一个一个去问 所以都是属于推论统计哦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搞定了 很简单 好接下来往前翻 我们来看一下真正考试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来的 就那个测量尺度嘛 所以翻到第二页 这个我再讲一次好了 快速的讲一次 好测量尺度有这四大类 名利 次序 等据比例 等据比例 好那名义又成为类别 这其他名称所以如果看到这些名称要把它记起来 然后次序又称为顺序 然后等据又称为 区间 比例称为等比 好那什么叫测量尺度 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可以测量嘛 你觉得什么东西没办法测量 可以吧你随便讲一个东西一定可以测量 比如说那个 我的身高可不可以测量 可以吗那次来量一量大概198公分嘛 这是我的目标啦 那体重可不可以测量 可以吗 那音量可不可以测量 可以吗 那这个亮度可不可以测量 可以啊 所有世界上的东西 几乎都可以测量嘛 可以测量的东西呢 为了选择适当的工具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分类嘛 因为不同类用的工具是不一样的 所以分成这四大类 就名义次序等据比例 那你要记住 越往下 越精准喔 越往上面层次越低 越往下层次越高喔 越往下层次越高 所以他如果问你最高层次 就是他 所以通常就是 下面做得到的 上面一定做得到 如果他是等据他应该就是次序也是名义嘛 所以你在推的时候你要从名义开始推起 然后一直推推推推推推推到 看一停停停在这里就停了 他的层级就在这里 这样懂吧 就往上往下推嘛 通常考试是这样的 考试也不是在做什么学术研究嘛 所以大概他要考的东西就是那一些东西 你可以把它稍微记一下 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答案好像也怪怪的嘛 那他要的答案是什么 你就把它记起来 像有一些会有一些比较模糊的空间嘛 但是 校正的考试 他如果他考这个题目 大概就是要选这个答案 你就先选再说 不要逞强 不要说 我就是不要 我觉得这个不是对 那你就少了两分 所以不要太贴词嘛 有时候他 就是要这个答案就选这个答案 所以有时候那个例子啊 你会觉得好像怪怪的 那没办法 你要考这对你就要选这个答案 所以越往下层次越高 那这个很简单 所以我大概很快的把它讲一次哦 请大家给我 8秒钟的时间 你们有没有吃早餐 有哦早上要记得吃 吃早餐再来 给我8秒很快把它讲完了 他意思是说比如说你收集到 一笔资料 1000个 1000个 资料 然后你不可能把所有资料 带在身上然后到处乱走嘛 对吧 所以你要打算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先分类嘛 先分类 分类 所以资料通常一定是可以分类嘛 所以先把它分类 所以分类是最 最最最最低层次的啊 类别分类 然后分类完之后第二件事情 你就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拿来比较大小吗 比较大小 比较大小 如果资料可以拿来比较大小就叫做 次序嘛 所以先分类 分类完之后比较大小 比如说学型好了 O型 A型 B型 AB型 可不可以拿来比较大小 不行 所以他只能分类 这叫名义变相嘛 对吧 然后可以分类叫做次序 那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如果你可以分 你可以比较大小 你可以分类分类完之后 你可以比较大小 那大小比较完了之后 你还想做什么事 既然他比他大 那我想要知道他比他大多少吗 可以算出距离吗 等距就可以算距离 距离算完之后呢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既然我比他大10好了 可以算出距离 那最后想要知道 那我可不可以说 我是你的几倍嘛 倍数的关系 这叫比率变相 所以这个 演化过程 是很符合人性的嘛 就是说你收集到一笔记料之后 第一个先分类 如果只能分类 就叫名义变相 分类完之后 如果也可以比较大小 就叫做 次序 比较大小完之后 你可以算他的距离 就叫做 等距嘛 距离算完之后 可以算倍数 就叫做比率变相 这样懂吧 很简单喔 分类 比较大小 算距离算倍数 好刚好8秒 我讲完了 记起来了嘛 名义次序等距比率嘛 就这样 然后他考试的 大概就考那几个例子 等一下你就把那几个例子 把它背起来 所以我大约写一下好了 他是只能分类 那这个是 不仅可以分类嘛 就是他做得到我一定做得到 不仅可以分类 前面这个比较简单啦 那考前面不能错 不仅可以分类 而且可以比较大小 第三个是可以 求出距离嘛 求出距离 那这是 不仅可以求距离 而且有倍数的关系 我是你的几倍 我是你的几倍 好所以你要记住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等距以上才可以拿来加点乘除 所以题目如果要算平均数啊 要算什么的 要拿来做计算的时候 一定要是等距以上的 像像血型他只能分类 分类血型可以拿来加点乘除吗 不行嘛 你不能说A型加B型等AB型 可以这样吗 应该是不行嘛 对吧 所以一定要等距以上的 记住他很喜欢考 一定要等距以上的 才可以拿来加减乘除 做推论统计 等距以上的 比如说什么 速度啊距离啊 这种 等距以上 才可以拿来加点乘数 所以原则上呢 这个是 只能 加减 那不能乘除 那这个是 可以 加减乘除 这两个是完全不行 不能加减乘除 最近这几年 考了好几次这个 就是 PR值 PR值可不可以拿来加减乘除 不行嘛 对吧 它是次序变相 不能拿来加减乘除 而且这个 这个比喻变相 有一个很 很重要的 比喻变相 它要有绝对零点喔 有绝对零点 有绝对零点 就是它不可以出现负的 绝对零点 的意义就是 不可以出现负的值 只要 资料 有可能出现负的 就不可以归类在这里 顶多是这个 顶多这个 这个条件很重要喔 不可以出现负的值 这件事要把它记起来 绝对不能出现负的 先分类 原则上是这样喔 简单讲是这样 你在 想题目的时候 如果它考了一题 以前没考过的 你就这样想 第一个先分类嘛 先分类 然后再比较大小 然后比较大小完之后去算它的距离 求它的距离 因为既然有大有小就可以算出大小之间的距离 然后第四个是求倍数吧 那可以算到倍数就是最高层次了 这样 那这个是最低的 最高层次 那这个就是名利嘛 名义次序等据比率 就这四个 好搞定 等一下我再陪大家看一下那个不要参考的几个例子 要把它画起来 这样解淡吧 这样解淡吧 我比较怕你如果第一年准备的 你会读起来比较辛苦一点 那要有点耐心啦 那有问题 你就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今天是 22号 22号23 22号23了 还早啦 距离考试还早 所以大家 慢慢念 那请大家翻到第2页 我陪大家看一下这几个立体 尤其是 有几个我要特别提醒你 你把它画起来 这Steven提出来的 测量尺度 测量尺度 所有可以测量的东西 要先分类 那分了完之后后面他才会跟你讲说那你要用什么样的工具嘛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很 基本 基本 重要 好 先看第1个 名义变相 而成为类别 通常是不连续的 那主要目的在分辨类别 无法比较大小嘛 好有哪些像这些前面这几个例子很容易懂 性别啊 身份证字号嘛 身份证字号 要告诉我们有数字不一定可以比较大小嘛 像什么求医背号啊 那个什么 寝室号嘛 这个虽然有数字但是不一定可以比较大小 所以还是属于名义变相喔 所以有数字的东西不一定就可以比较大小 还有雪形星座啊 重数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重数那没关系 后面会讲 那有两个要把它框起来 社会经济地位嘛 还有教育程度这样框起来 这两个其实是有疑问的啦 像有些书他会讲社会经济地位高中低是属于次序嘛 对吧 你觉得是次序 然后教育程度 怎么博士硕士学士 可以比较大小嘛 对喔 但是 考教征只要他考这个他答案都给名义变相喔 所以你要记住 我们现在只针对考教征 的时候 你要选的答案喔 社会经济地位跟教育程度特别把它框起来 这两个 属于名义变相 名义变相 如果考试 在教征的 考选择题的题目里面 记住 你要选择名义变相 你可以去看考古题啦 考古题他只要考这种题目他都给名义变相 你去查原稿喔 你不要去 抓网络的东西 网络的东西有些都是错的 你要去看原稿 就是说哪一年的题目 哪一年哪个限制 考教征的题目他出来 因为有时候那个网络上的答案可能 是他自己写的嘛 也不一定是准的喔 所以不要太相信网络的东西 像前几天我还在网络上看到一件事情 他说什么 小白菜 长大会变大白菜 是这样吗 我是不太懂啦 后来我还相信他 所以不要太相信网络上的东西 你就会有用你去查原稿最准 所以社会经济低位跟教育程度 这两个要属于名义变相把它记起来 好再次序变相 次序又称为顺序 是用来比较大小用的喔 所以如果可以比较大小高低优劣等等都算 好有哪些这个很简单 名次 相关系数 PR值都会把它框起来 他超爱考PR值 PR是属于次序变相 所以 最近这两年 一直在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PR值可不可以拿来相加 不行嘛 对吧 因为他属于次序变相 等句以上才可以拿来 做试着运算 这件事情你要牢牢记住 那中位数后面会讲啦 百分位数还有 比率智商框起来喔 智商有两种 一种是比率智商 一种是离差智商 我来 写一下这两个的差别 就你比较容易搞混的 你可以 自己把它 写起来 一个叫做 比率智商 一个叫离差智商 比率智商是什么 十足年龄分支 心理年龄嘛 这心理学 应该有讲 心理年龄 再乘100 那比如说一个 他如果跟你讲一个10岁的小朋友 他可以做12岁的题目嘛 他的心理年龄到12 所以10分之12才100 所以当然就120嘛 对喔 所以100 100是 是他的平均值嘛 超过100就是他的智商比较很高嘛 十足年龄分之心理年龄 这叫比率智商 然后他属于 次序变向 次序变向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都离差智商 所以 题目如果只讲智商 没有讲哪一种一定属于离差智商 把它记起来 现在在用的 那离差智商 最典型的是哪一个 卫视智力测验嘛 所以如果他没有特别讲哪一种智商 都属于离差智商 你要把它记起来 那是15z加100 15z加100 还有属于等距喔 等距等距等距 只要跟z有关都是等距 只要跟z有关就是等距 好所以 正常的题目 正常的题目 只要考卷发下来 他讲的是智商 智商 都是离差智商喔 你要选等距喔 你要选等距 所以他有 特别讲说他是比率智商 那你就要选 次序 懂吗 记起来喔 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参考 只要他讲的是智商 智商 没有讲哪一种 就是属于离差智商 所以他有特别讲 比率智商 所以比率智商是属于次序 很简单 一定要把它考上 好第三个是等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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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 好的你好了慢慢来 不急 不知道大家睡醒了沒 像我今天 我上台中就比較輕鬆啦 有時候去台北我都很累 早上起來 比如說我如果六點要起床 我鬧妝要調五點 因為會掙扎一個小時 也是冬天的時候 爬不起來 所以你們早上 九點半上課應該對大家來講不會太早 好再來看等距喔 又稱為區間變相 通常是連續變相 只要目的求出距離 但沒有倍速的關係 那標常是溫度 攝氏溫度把它框起來 一般講的溫度就指的是攝氏溫度 當然它有其他的溫度 如果它有特別講 如果沒講 都是攝氏溫是等距的喔 就是說 每差一度差距是一樣的 差一度兩度三度四度 還有成績音量 還有離差智商 特別框起來喔 離差智商 剛剛講這個 離差智商是等距的喔 比率智商是次序 離差智商是等距 還有平均數啊 標準差 這個平均數標準差 後面會講 Z分數全距等等 它可以做加減的運算喔 可以拿來加減 但是它不能乘除 因為它有可能出現負的 記住喔 一定要絕對 永遠永遠都不可能出現負的值 才可以把它跪在比率變相 好 第四個比例比率等比都可以 又稱為等比變相 通常是連續的 目的球倍數的關係喔 它有絕對零點喔 記住它有絕對零點 絕對零點就是 絕對不可能出現負的值啊 比如說身高嘛 一個人身高再怎麼矮 就是零了 也不可能出現負的 體重也是一樣嘛 年齡嘛 時間嘛 它每次都考這幾個例子啊 所以 很好記 另外還有一個叫絕對溫度喔 絕對溫度 溫度 一般我們平常講的是攝氏溫度 比較少講絕對溫度 除非它題目有特別講絕對溫度 才選比率變相 絕對溫度是-273度 絕對溫度 是攝氏的-273度 大約啦 大約-273度 那這是物理裡面 量值溫度告訴我們的 溫度如果降到-273度 所有東西會停止嗎 鏡子不動嘛 這樣懂嗎 這個是絕對溫度喔 那它很少考絕對溫度 它如果講溫度值的就是什麼 攝氏溫度 除非它要講絕對溫度 那如果它給絕對溫度你就要選那個 比率變相喔 這樣懂嗎 因為絕對0點嘛 那0度的時候就是-273度 好大概是這樣 沒問題吧 這個很簡單喔 之前有稍微講過了 所以 我又不想花太多時間 再重複講 因為難的在後面 好我們來做個題目吧 翻到12頁 從第4題開始 你如果會做你就把答案蓋起來 一題一題往下做 好先看第4題喔 下列有關於敘述統計的描述拿來是錯的喔 敘述統計就是描述資料而已嘛 用來概述資料對嘛 它問你錯的喔 B 以部分樣本的資料去預測母群體 你把預測那樣子圈起來 預測就是推論嘛 那只要做到推論就是屬於什麼 推論統計嘛 對喔 所以當然不能選嘛 所以答案B是錯的 錯得離譜 錯得離譜 所以很好選 C 只能解釋所官大團員 無法推論 無法推論對嘛 講得好 正確 對得離譜 第一 教師使用次數分別表來呈現學生的成績屬於學生的 對嘛 其實統計只是純粹資料整理 就是整理一下表啊 畫一下圖啊 等等嘛 沒有任何做任何推論的目的嘛 所以答案選B 很簡單吧 好再來第5題 填文圈的時候要勾選性別 欸性別最簡單的 其實屬於名義變相嘛 男生跟女生 沒有拿來比較大小的 第6題 你圖書館編幕的所書號 欸 所書號它是數字 可是數字本身可不拿來比較大小 不行嘛 所以當然屬於名義變相 所以大家選A 第7個 職業 職業不分貴賤 所以當然不能拿來比較大小 所以當然屬於名義變相 所以大家選A 你要認真喔 我會花不少時間帶你做題目 我願意花這個時間 帶著大家做題目 是因為做題目才有用啦 你背了那麼多東西 你沒做題目沒有用 所以我帶大家做題目 你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好再來第8題喔 對台南市教師針對12年國教針的質疑滿意程度 那滿意不滿意 這是里科特量表嘛 里科特量表當然屬於次序嘛 次序嘛 有好壞之分嘛 好壞之分 好 第9 小花在運動會100公尺短保健康得第二名 瓦名次 太好了 名次最簡單 大概屬於次序變相嘛 再來第10題 這是今年109年 這一題剛出爐的題目 今年的題目喔 剛出爐而已 你不信你可以摸看看 還熱熱的 今年台南的考題 他說某用者針對探討 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品牌 好第一件事情 智慧手機的品牌 是屬於哪一種變相 名義嘛 對吧 可以拿比較大小嘛 不好吧 你不是說我拿iPhone比較好 這樣不行嘛 所以他純粹只是名義變相嘛 名義變相 所以品牌要名義變相 還有第二個智慧型手機上的網 速度 欸 速度 速度 連續變相 速度有沒有負的 沒有嘛 所以可以有倍數的關係嘛 我數字有兩倍 所以屬於比率變相嘛 所以答案選A 是不是很簡單 品牌嘛 當然屬於名義變相 速度當然屬於比率變相 速度當然屬於比率變相 有絕對零點 速度不會有負的嘛 所以答案選A 會齁 好 再來 11題 國語文能力測驗小群考 80分小群考 40分 我們不會說 他是他的兩倍 但是身高會 為什麼 因為身高是比率變相嘛 身高是比率變相 所以答案選B 好 再來 我要開始挑題目做了喔 其他題目差不多大同小異 所以類似的題目交給你 我要開始挑 大家可能比較不會的題目 來看13題 這樣哪個變相屬於名義變相 名義變相不能拿來比較大小 欸 球鞋的號碼可不可以比較大小 可以吧 大小嘛 對吧 大號小號啊 B 學號 通常不拿來比較大小的喔 學號不行喔 所以答案選B嘛 分數 分數也可以有好壞之分啊 分數是等距的嘛 成績分數都是等距的喔 因為他的連續變相 第一 跑步秒 有快慢嘛 快慢 所以 唯一名義變相答案選B 很簡單 好 翻過來15題 這個考過800遍了 PR值很喜歡考 PR值當然屬於次序變相嘛 屬於次序變相 再來16題 進行交易研究的時候 資料的測量層次不同 所使用的資料處理方式也不同 如果說一到 這時候的體重 哇 不想看了 體重沒有負的 所以當然屬於 比率變相嘛 比率變相 好 接下來我們跳過來 看一下20題 現在來屬於類別喔 就是名義變相 一個個陪大家看 第一個 智力是哪一種 我想要抽問一下 我要確定我剛剛 換了那麼多口舌 講的事情 大家到底有沒有把它記起來 智力是誰 智商 如果他沒有講哪一種智商 當然是 等距喔 等距喔 對喔 你可以註明一下 智力智商就是等距 身高當然沒有負的啊 當然屬於比率變相嘛 身高啊 長度啊 體重啊 比率變相 吸收入就是薪資嘛 薪資是連續的 而且通常薪資不會有負的啊 你不能說我先跟老闆借5千嘛 這樣不行 所以當然屬於比率變相嘛 薪水嘛 我的薪水是你的兩倍三倍 可以啊 說得通 而且他不會出現負的 好那教育程度 名義變相 所以當然選D 教育程度喔 要貴類在名義變相喔 要貴類在名義變相喔 雖然你可能覺得 搞不好是次序嘛 但是 在校正的考題裡面 他貴類在名義變相把它記起來 好 21體 21體裡面有一個溫度 來看一下溫度好了 溫度是屬於哪一種 等距喔 他沒有講哪一種溫度 要把它視為什麼 攝氏喔 攝氏溫度是等距的 好 再來 看一下右邊的25體 其他你等一下就可以馬上做了 快把它做一做 大概回去就很輕鬆了 這門科目 通常也不太需要花很多時間 你上課 我會帶著大家把題目做完 這樣就好了 還看25題 然後 特別有陷阱的 我一定會提出來講 25題 所以我特別有講到的題目就是 比較容易考 而且你比較容易犯錯 不 我如果上課特別講 考試做錯 這樣 我會很難過耶 好 來看25題 在教育學的研究當中 社會及行為科學所測量的觀察只有四種尺度 智商 他們講哪一種智商 沒有 就是離差智商嘛 衛視 所以要選等距 要選等距 好 27題 其實等一下再講 現在講沒關係 智力焦慮收入 收入它屬於連續 什麼叫連續 什麼叫不連續 連續就是可以無窮細分 比如說身高160.1 160.1 160.3 可以無窮細分 沒有自然的單位的時候 這個叫連續的 那 比如說彈珠1顆2顆3顆 它有自然單位 1顆2顆3顆4顆 這是屬於不連續的 這樣懂 所以你應該會看到連續跟不連續的差別 那智力焦慮收入 當然屬於連續變相 所以答案選B 28題 這一題很怪 107年台南考題 我們是覺得它有點爭議啦 但是看來看去也只有D比較合理 來看一下 教師想要了解學生目前蛀牙的情形 哇講到蛀牙 我昨天牙齒好痛 半夜痛死了 想說糟糕 怎麼今天可能要來請假了 所以我半夜吞了兩顆普拿疼 我還好早上起來有稍微好一點 我現在還有點痛 這個牙痛 你有沒有牙痛過 這很痛耶 我昨天半夜痛到 可以說比生小孩還痛 雖然我沒有生過小孩 但是那痛的感覺 後來我就打電話給我一個朋友 他是牙醫師 我就說怎麼辦 半夜我要去哪裡看牙醫 他就跟我講說 痛有三個等級 第一個是 做的時候會痛 第二個是 他說最嚴重的等級就是 會躺在地上打滾 他說你會這樣嗎 我說不會 他說那沒關係 所以我就只要忍耐 他說如果痛到在地上打滾 就一定要趕快去掛急診 所以還有今天早上起來 稍微好一點 他說蛀牙 蛀牙最適合以哪一種呈現 蛀牙 蛀牙一顆兩顆三顆是連續還不連續 不連續 對吧 他有自然單位 自然單位 所以他就屬於不連續 不連續叫離散喔 離散就是不連續 所以你看A他會連續變相 B是離散變相 那個離散指的是不連續喔 所以蛀牙的顆數是屬於離散不連續 然後呢通常不連續 大概是名義或次序嘛 但是因為蛀牙的顆數 有沒有可能是負的 沒有嘛 所以有倍數的關係 蛀牙是你的兩倍嘛 所以答案選D 等比 但是通常呢 你要有倍數的關係通常是連續的 很少說不連續有倍數的關係 這一點比較特別 所以你要把它記起來喔 蛀牙的顆數是不連續 不連續叫離散喔 離散就是不連續 然後他有倍數的關係 所以等比 所以答案選D 好搞定了 恭喜各位 又往前邁進一步了 名利 次序 等據 比率 要記起來很簡單 他大概都考那幾個例子 請你把它記起來 好再往前翻 翻到第二頁 第四個變相的種類 這個 後面研究法可能會講比較多一點 但是 我們這幾個比較簡單的 我先講一講 那虛擬變相慢一點再講 虛擬變相比較難 比較簡單喔 所以陪大家看一下變相的種類 第一個 一個自變相 一變相 還有共變相 自變相就是實驗者操弄的變相 叫做自變相 我來畫一下圖好了 稍微講一下 自變相 自變相就是我們要控制的 我們要控制的變相 叫自變相 好 在做實驗研究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 就是單一變相法則 單一變相法則 這後面研究法會講多一點 先講一點點 單一變相法則 什麼叫單一變相法則 就一個自變相 一個 異變相 一個自變相 那自變相通常我們會 把它看來是X 直變相 然後一個一變相在這裡 單一變相 就一個對一個 單一變相 一個自變相 對一個一變相 單一變相法則 那自變相就是 我要操弄的 操弄 操弄的變相 比如說智商 智商越高成立越好 那智商就是自變相 操弄的對象 操弄的對象 然後他還有幾個名稱 要把它記起來 自變相又稱為 又稱為 獨立變相 又稱為獨立變相 獨立變相 預測變相 預測變相 都是喔 他有其他名稱 然後 一變相 一變相就是 隨著自變相 改變而改變 叫一變相 隨自變相的 改變 而改變的 這叫一變相 然後他還有一個名稱叫做 校標變相 然後他還有一個名稱叫做 好 單一變相法則喔 字變相 異變相 一個字變相 對 一個異變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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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探討 智商對成績的關係嗎 所以舉個例子寫在旁邊 智商越高 然後 成績越好嗎 那智商是自變相 異變相 就是成績 好 那現在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喔 有時候你找到這個變相 可能效果不是很明顯 有沒有可能 有嗎 怎麼怎麼智商越高 好像成績也沒有越好 那怎麼辦 我就要加其他變相進去 那這叫次級自變相嘛 對吧 所以後面可以加很多變相喔 所以如果 效果不明顯 你如果 如果 已經讀完研究所 你在做研究寫論文的時候 你就會常犯這件事情啊 因為通常你是先找一個嘛 那如果效果不明顯 那怎麼辦 代表你要再加入其他的 你就可以加入其他 那 次級的自變相嘛 那次級的有很多名稱 什麼混淆變相啊 什麼一大堆 控制變相 調節變相 那都是屬於 次級的自變相 那次級的自變相 那次級有很多名稱啊 什麼什麼 什麼混淆變相嘛 什麼調節變相啊等等 他有很多名稱啊 這都不管 反正就是次級自變相 什麼混淆變相嘛 這個不是很常考 你只要有一點觀念就好了 控制變相啊等等 反正他有一些名稱喔 這都不太重要 這是次級的自變相 其中他會考的就是這個 中介變相嘛 中介變相嘛 中介變相很常考 中介變相 為什麼 因為中介變相通常 它是屬於 跟情緒有關嘛 通常它是屬於 心理學的 心理學的層面 無法直接測量 他的情緒嘛 但他沒講 我們也不太知道嘛 他比較喜歡考這個 這個把它記起來就好 其他很少考 他是無法直接測量 好大概是這樣 這是這些變相的名稱 智變相啊 易變相啊 中介變相 啊 虛擬變相慢一點再講 這有點難 回歸的時候再講 好 跑式通常不會選錯啦 就是操弄這一個 探討對他的影響 這個錢這個是厚嘛 然後可能 他會給你一個變相 在中間這個位置 他通常是屬於 心理學的層面 沒有辦法直接測量 什麼期望嘛 或者是什麼什麼 情緒嘛 等等 是中介變相 所以他會考你的 就是問說 這個是自變相 還是易變相 或者是中介變相 大家就考這三個 那你不要選錯就好了 很簡單